其實藝術科技這個概念 我覺得是將藝術和科技結合的一種創新思維 其實可能大家art會知道 藝術是一個表達自己的狀態 科技其實也是一個表達的方式 透過科技本身的多樣性 可以做到跟觀眾的互動 甚至做到更大的engagement 亦都可以做到比以前的classical form更多的新嘗試 例如巴黎羅浮宮 可能大家都知道蒙羅麗莎 然後你戴著VR眼鏡 你是進入了蒙羅麗莎那幅畫 你就會變成真的進入了 原來幅畫後面的空間是怎樣的呢? 以前達文西畫這幅畫的時候是一個什麼空間呢? 這個其實是提高了觀眾對於畫作的一些連繫 現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其實可能我們很多時候去看藝術的時候 未必是親身去到的 但你可以透過一些科技 可能在網上或者一起參與到 這是一個新的形式 甚至如果再說遠一點的時候 其實你將藝術和科技結合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帶來一些新的市場 兩者是可以互相扶持到的時候 其實是1加1是絕對會大過2的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以前所推廣的 文化再產藥其實是可以走得更加大 這是一件事情的 我們會不會再次看藝術 我們會不會再次看藝術 再次看藝術 我們會不會再次看藝術 我們會不會再次看藝術